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要做一些准备 那个准备看起来不起眼 可是那个过程耐人寻味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加拿大有一位有名的人像摄影家 叫做Karsh K-A-R-S-H Karsh 他在给名人拍照片的时候 他要先研究那个被他拍的人 尽量的研究他 跟他谈话 跟他接触 甚至做一些专案的研究 这种了解 他认为对他拍出来的照片 有特殊的效果 大家看 这就是Kash 他跟一个有名的电影明星 叫做奥德利赫本 在拍他照片以前 跟他谈话 这就是一种准备 再看 这也是Kash 他跟这个拍十届的 电影明星 叫西西迪米尔 西西迪米尔导演 谈话 要给他拍照的时候 做谈话 他都要经过研究 经过对你的理解 来研究 比如说 他给英国的首相 丘吉尔照那个像 有名的像 他就是透过加拿大 总理 跟丘吉尔说 我们的国家的摄影师 Kash 要给你拍照 丘吉尔说 我很忙 我只有三分钟 好 三分钟也可以 我就给你照 结果呢 他就把灯光打好 全部准备好 在英国的国会 旁边走廊 架好机器 就丘吉尔一出来 只有三分钟啊 好 一出来以后 他把丘吉尔 就推到墙边 请注意啊 他把他手上的血加烟 抢走 这丘吉尔就很生气 一生气 拍照 就是那个时候 把他照下去 所以变成一个 世界有名的照片 他给美国的总统 罗斯福照相也是 他发现 罗斯福总统啊 看到照相机的镜头啊 很紧张 表情肉啊 都死掉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 把他照相机啊 做两个快门 第一个是假的 第二个是真的 他照相的时候 他按下快门去以后呢 罗斯福总统以为 就像影照好了 就肌肉就放松了 这时候 他按第二个 换句话说呢 他因为了解了 罗斯福总统啊 在镜头前面 肌肉 绷紧 所以呢 他制造了两个快门 这就告诉大家啊 我们要了解一个对方 或者把对方加以某种程度的 用我们 我们的技术啊 来表达的 或者用语言 或者用画面啊 来表达的时候 或者用文字来表达的时候啊 对方要有某种程度的了解 大家知道 我喜欢 谈一些 两性之间的这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曾经跟大家谈过一个人啊 这个人呢 是唐朝的一个大臣啊 叫做任归啊 这个字 大家常常把这个字念错啊 看起来很像坏人的坏子啊 任归 他是个邪狱旁 任归什么人呢 他在唐太宗时候的大将 大大 这个 唐太宗的一个大臣 怕老婆 唐太宗 就发现他没有小孩 没有子女 就是 跟他老婆商量 说 让他讨小老婆 他老婆拒绝 不可以 唐太宗说 我是皇帝啊 你要不让 这个任归 讨小老婆 皇帝 赐死 让你这个婆娘死掉 不要活了 你这个杜妇 拿出一瓶 毒酒来 放在这里 你去 你不答应就死 结果这个 他太太任夫人呢 拿了皇帝给他的毒酒 就喝 本来跟死 也不让 我丈夫讨小老婆 结果他喝的什么 是醋 今天我们讲吃素的典故 就这么来的 唐太宗也没办法 说你这个老婆太凶悍了 可是这个任归呢 他很 对女人的态度 对他老婆 他有某种程度的了解 就像希腊的那个苏格拉底一样 苏格拉底 历史上记载 他太太是汉妇 怕老婆 所以苏格拉底他讲一句话 说 老婆 讨了个老婆 如果 她是个理想的太太 你就是个 幸福的丈夫 如果她不是个理想的太太 你就会变成 哲学家 为什么呢 平天游命嘛 看得破嘛 就变成哲学家 任归 后来就变成哲学家 他对女人呢 有三个看法 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谈过 太有趣了 他说啊 女人我们要怕女人 因为他一生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少女的阶段 那时候啊 不够言笑 绷着脸 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端庄 为什么呢 做的那种 很像的样子 那种少女的样子 像什么 像菩萨一样 那么庄严 我们男人不怕菩萨吗 所以要怕菩萨 女人脱领的少女 变成了妇女时代 变成了妇女时代 她变成了妈妈了 她保护她的小孩子 无为不至 并且呢 充分的保护 你要伤害她小孩子 她跟你拼命 像老虎一样 老虎保护小老虎 男士汹汹 他说我们男人 能够不怕老虎吗 第一个 能够怕菩萨吗 所以我们要怕菩萨 第二个 能够怕老虎吗 要怕老虎 第三个 女人老了以后 长得像鬼一样 我们男人 能不怕鬼吗 所以我们就怕鬼 所以她说的 她的这个 这个认归说 我们男人怕女人 三个阶段 少女时代 怕菩萨 中年时代 怕老虎 老年 那个老了以后 怕鬼 我也一时相信 认归的 这个三个哲学 三个观察点 观察如微 可是当我看了报纸上的一个报道以后 我要修正认归的看法 大家看2006年9月5号的报纸 她说48岁的女明星啊 美貌全靠后天加工 沙沈 沙就是这个沙郎史东 美国的电影明星啊 素颜势众 用她本来的面目给人家看到了啊 这就是沙郎史东 她多大年纪呢 她已经48岁了啊 注意啊 跟陈文倩同岁啊 告诉你们啊 可是照到了她 素颜 就是淡妆的时候 甚至不化妆的时候 什么样子呢 就这个样子 再比较一下 大家看 这是上妆以后的沙郎史东 48岁 这是原装的啊 或者说化妆 没有怎么特别化妆的 这个样子 这落差啊 极大 所以她报纸上定了一个叫做 什么指数呢 她说叫做见鬼指数 什么叫见鬼指数呢 就是活见鬼了 这怎么怎么 百分之八十 就是她的落差 百分之八十的落差 她化妆跟不化妆啊 得落差百分之八十 同样呢 她讲到了另外一个 戴安娜罗斯啊 看到没有 62岁啊 看到没有 这是化妆的样子 这是原装 或者素颜的状态啊 见鬼指数呢 95% 换句话说呢 95%都是化妆 不化妆就是鬼啊 同样的 这又是一个啊 见鬼指数90%的啊 这个惠尼休斯顿啊 这是这个唱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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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 这个也这样子啊 看到没有啊 这是见鬼指数 这个这样百分之九十 这个年纪呢 现在43岁 再看啊 这就是这个电影这个这是那个摩特啊 克劳提亚雪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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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这是啊 这个好一点啊 可是还是还是这个建规指数啊 还是70%啊 这个女的已经36岁了啊 当然这很缺德 就是所谓的狗仔队啊 偷拍你这些照片啊 可是我们看到了啊 这些建规指数啊 令我们要修正唐朝唐太宗这个大臣 认归的话了 修正认归的这种人生的观点 为什么呢 原来女人的三阶段 少女像菩萨 所以我们怕菩萨 中年像老虎 所以我们怕母老虎 晚年像鬼 所以我们怕鬼 中年就像鬼了 哪里需要晚年呢 这证明了 认归的观察是错误的 这些名女人 其实我们感觉到 她们的中年 就是鬼影创创 为什么鬼影创创 证明了 现在的化妆的技巧 美容的技巧 使女人漂亮的技巧 多么样的进步 尤其在电视台 你看到 灯光打下来 你们看到我李奥这个样子 我无所谓 因为我已经71岁了 那女孩子 那些女主播 叫做苹果光 不是这种光啊 她们下面还有光啊 叫做苹果光 打上去以后啊 年轻 漂亮 就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看不到真相了 我们看到的都是化妆出来的 都是都是有意的美化出来的 说难听话就是骗你的 你看到的都是假的 真的怎么样 真的不忍足度 可是这个也告诉我们 原来 女人变成鬼的 那个速度啊 唐朝的 唐太中的 大臣 认归的评价 错的 女人提早就变成鬼了 那么你讲的话 是很确得的 是很确得的 可是我要讲 我们要真正要观察真相 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要倒胃口吗 你要看 看到这个牛仔队的这种 这种照片吗 你跟自己过不去吗 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就破坏你自己的 这个这个这些 崇拜的 这个崇拜者的形象吗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告诉我们 告诉什么 告诉我们人生 我们所掌握的人生 有的时候 那个真相 跟我们有距离的 就是我们要掌握 是哪一种的人生 我给大家 看一个老的资料 大家注意啊 又来了 女儿又来了 这种中国抗战时期的报纸 大家看到 这个报纸啊 印出来这样子的 当时这张报纸 大家看啊 这张报纸 是抗战时候的一张报纸 当时是由一个 陈恒哲女士 她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写一篇文章 叫做社会道德的崩溃 他这里面谈到了 说我们看到的社会啊 是只记厉害不记是非 的社会 道德啊 可是他告诉我们 这种现象啊 我们怎么样面对 只见厉害不见是非 陈恒哲教授 他的结论 就是我们那句俗话 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 所以呢 他同时引证了啊 这个 他说我们太悲观了吗 那请看 英国的威尔斯先生 在四年以前所说的一段话 也谈到了 这个整个的构想就是 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 啊 所以啊 他在说 我也知道 道德的啊 这崩溃 有时候呢 是经济崩溃的 一个必然效果 即使是 就是管子所说的 一失足 而后之隆乳 我有吃饱了 喝足了 我才知道 什么是礼貌 什么是脸面 他要脸面啊 我我吃饱了 喝足了 我才有 这种 画面出现 如果我逃难 我饿得 很惨 我就会 这种画面就出现了 不就是吗 所以一失足 而之隆乳 可是 陈恒哲的文章里面 谈到了 为什么有的人 一失足了 他没有道德 是怎么回事 他在追求 就是我们一失 吃饱了 喝足了 我们要脸了 可是为什么 我们不会变得 道德会变得更好一点 他追求这个问题 最后呢 他讲到一点的 一点的 就是说 他说 正面的失败 是反面的成功 他的话怎么举例呢 他就讲了 文天祥的例子 文天祥 他认为 他正面失败 什么正面失败啊 你要去 复国 使 宋朝 不被 败族 压迫 宋朝 不要亡国 你这个努力 失败了 文天祥 失败了 可是 你代表的那种 知识人人 杀身成人的 那个 那一面 成功了 反面的部分 也成功了 正面的部分 失败了 这个理论成不成立啊 但我理要看起来 不成立 为什么呢 文天祥的 给我们的 他的正面 正好 就是 前行者 所说的反面 他的正面 不值钱的 正面 说 我是 宋朝的 行政院长 我是宋朝的 国务总理 我为我的 宋朝 我不投降 我这个死掉了 可是 我们想想看 如果真的追究起来 你的宋朝 什么宋朝呢 你的宋朝 你像 你孝宗的皇帝 他的爸爸 他的爷爷 是什么东西啊 最早往上说 说 宋太宗 宋太祖 宋太祖 怎么得到 宋朝怎么来的 是欺负人家 五代的 最后一个朝代 梁唐进汉州 后州的 孤儿寡妇 周世宗死了以后 你欺负人家的 孤儿寡妇 你是继位军的头子 然后 陈桥兵变 你抢到了政权 你天下 是这么来的 是不光荣的 不是吗 然后 宋太祖生病的时候 他的弟弟 宋太宗 又传说出来 竹影 俯生 什么竹影 好像兄弟两个在吵架 这个 对 大 那个 大竹 做出了影子 两人在冲突 俯生 就是 宋太宗 用斧头 把 他哥哥 砍死了 所以 宋朝的天下 请大家注意啊 第一个是宋太祖 然后是他 弟弟 然后第二个皇帝 以后 都是弟弟这方面的 后代 不是宋太祖在后代 这个 这也是一件的老人吗 你们 宋朝天下得来的 是欺负 孤儿寡妇 对后周而言 你是 叛变 你是串臣 你是奸臣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是他的 世卫长 你今天 叛变 陈娇兵变 而你弟弟 取得了 宋太宗 取得了宋太祖的继承权 又是 射击谋杀 你 文天祥 一所效忠的 这个政权的 这里面这些人 这些结构 知道吗 这么卑鄙的 一个传 传统 你知道 被他效忠吗 所以我说 从这种观点来看 这种 盲目的 忠君思想 本身是错误的 就正面呢 不管成和败都是错误的 可是 为什么我们 赞美文天祥 就是我们不再追究 他效忠的对象 那些理由 成不成立了 都不重要了 你为了 宋太祖教效忠 为了宋太宗效忠 那些 植物质的效忠 在整个的中华民族观点里来看 消灭宋朝的金朝 也是中华民族啊 那也不是外族啊 你整个的这个 效忠 没有错误 即使都不成立了 可是 有一个 或者看起来 现在看起来 都荒谬的 那些理由都没有意义 那种忠君爱国都没有意义的 可是 有一点 我们觉得有意义的 就是 当你相信 那个是真的的时候 你为他 抛头颅武 洒热血 坐在牢里面 写正气歌 受尽了苦 不屈服 不投降 这个精神 这个道德 有意义的 是存在的 所以 陈恒德教授说的这个 是 正面失败 而反面成功 在我里要看起来 他成功的 反倒是正面 那个正面 原来就是反面 反面的部分 他知道我们经过千百年以后 才被我们肯定的 而那正面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 不知道吗 宋朝天下怎么得来的 新朝也不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以外的民族 也不是外国人 诸如此类 这就是证明了 那个正面所政治的 反倒没有意义了 所以反面 才是正面 我讲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 我们怎么样了解事情 怎么样观察这个事情 当我们觉得 反面才是正面的时候 我们才问 这些 女人 今天这些漂亮的女人 这些反面 我们要不要接受 我们可以面对 就知道 他们要经过 正面的这么多化妆 这么多的修补 这么多的灯光 这么多的赞美 他们才是今天的他们了 否则的话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样子 这个落差 见鬼的指数 就差那么大 唯一你们觉得安慰的 李傲好啊 李傲就是很好 你看到我怎么样 我化妆卸掉以后 跟我现在也差不多 我这衣服脱掉以后 看起来就没这么神奇了 因为我胸前好多霸 开刀 很多霸 我的朋友 电影明星 成龙讲了一句话 说有霸的男人 是很性感 所以如果我衣服脱了以后呢 也有一个正面的结果 就是我很性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